黑衣男这盘棋下完之后啊 冲着自己脸上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 为啥呢 太懊恼了 优势一千多分 有好多次可以一招制敌的机会 都呀错过了 最后呢 让铁锤给他来了一个精妙逆袭 我们来看实战 黑衣男当着旺 铁锤把马跳 红旗上马 黑的出军 红的出军 黑衣呢 适都平过马 红旗选择挺兵 黑衣禁足 红旗过河鞠 黑衣平炮要对 那平均压马 黑衣推炮 下一招嘛 准备平炮打鞠 减轻压力 红旗在这里没有选择几斤中兵 他也知道王铁锤的厉害 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健的五六炮 黑衣呢 选择鞠一平二 除了走着找鞠一平二啊 也有走这个鞠八金五的 还有走这个马三退伍的 红旗上马 黑衣呢 平炮 不让这个红旗出军 红旗走到这走得最多的呀 都是走这个鞠九进二 实战来着选择了兵武进一 直冲中路 黑衣呢 来一个马灰窝欧信 以后啊 就被平炮打鞠 红旗支支不离 继续冲 你打鞠 他又可以啊 来一将 黑衣呢 先架个炮 那红旗上个马 黑衣进鞠来捉 红旗呢 拖一手炮 形成连换马 而且呢 以后啊 可以百中炮 给你来个雷弓炮 黑衣 平炮一打鞠 红旗呢 把鞠躲开 黑衣打兵 现在踩着鞠呢 还没有选择 几点来交换 他选择了一手 进鞠 捉炮 黑衣呢 先给他打掉交换 一起飞掉 黑衣呢 再平炮 红旗呢 出局对局 黑衣肯定是 不能打傻那泥 把人家撅亮出来了 那就接受 红旗吃掉 黑衣呢 就冲足 把红旗上马 以后啊 要过来铺槽 黑衣赶快高据 守住这条要道 红旗 风马 卧槽叫煞 黑衣选择来一双 马五级六 这条马五级六啊 可以考虑啊 走一手 马五级四 红旗退局捉马 黑旗呢 把马跳起 红旗进兵 红旗进兵 黑旗不敢吃 黑旗吃的话 红旗递有一手 卡马 你吃 带来一将 以后啊 把你狙一踩 白吃一个 那不敢吃呢 他就下马破瓦 平过来 这样以后 不管你卧槽 还是挂脚啊 你都不带姜呢 红旗呢 上马 还也不吃你 黑旗这时候 选择吃掉 那红旗呢 跳上去 卧槽 把你这个 炮啊 给你吸入 以后啊 准备上马 黑旗呢 他先补一手试 试着鞠呢 红旗呢 把鞠平过来 黑旗呢 进马 黑旗进马之后呢 要挂脚 哎 红旗呢 那 起风也很彪悍 他并没有选择 被动的啊 来补一手 而是啊 接着上马 不给你啊 平鞠过来的机会 那黑旗肯定是来一将 红旗上帅 黑旗选择来一手平鞠 黑旗这招平鞠啊 应该说是一个 外招 你同样的来牵制这个 炮 你应该要踩进去 应该要踩进去 踩进去 你这个炮呢 你还是不敢发 因为这板有杀旗 这招平鞠 你这个鞠呢 处于一个险地 遭到啊 红旗一系列的利用 红旗顺手牵羊 把旗一吃 现在啊 踩着你的鞠呢 黑旗呢 又选择了鞠退一步 这招退一步啊 倒不如退两步 因为退一步之后啊 又被红旗利用一下 红旗回马又一踩 踩着鞠 吃住底下 被逼无奈啊 这个鞠还在退 你这个鞠在这里 遭到这是 人家的利用 被红旗连强两步掀手 这个黑旗啊 黑旗啊 黑旗就亏到姥姥家了 红旗呢 再一上马 那这个就有点傻眼了 这个鞠啊 关注之后啊 再冲进了 以后啊 平炮一打 你这个鞠呢 就归位了 黑旗这一炮 起的防守作用 你又不敢打人家的炮 选择来手知识 那红旗呢 先杀一将 黑旗补个相 红旗呢 平炮又一打鞠 你看这个鞠 刀到一系列利用之后呢 还被人家打到角落里面了 又归位了 倒车入户 红旗呢 又杀相一将 黑旗知个事 红旗呢 又平局过来抓把 黑旗呢 踩进去 红旗高炮 以后啊 拍中一将 马上就构成了一个立体攻势 黑旗你也不敢来 换这个马呀 打这个炮 啊 选择来一手 退马 红旗呢 来了一将 红旗这招随手叫将 可以说是把这个优势啊 就削弱了 这个旗呢 红旗啊 应该是架个中号 先架中号 不要先将 架中号 现在监军要命 可以旗呢 大致有两个下法 都不行 一个呢 是出老将 出老将呢 红旗呢 就可以来一将 上来 然后啊 回个马 下一招 往中间一跳 这就要命 这样呢 黑旗啊 要丢子 你吃个事 就来一将 你这个老将 一尽中 这个以后啊 这个小炮啊 要丢 海姆下法呢 丢着退个炮 守住 这样的红旗 有个进马 黑旗呢 还是要丢子 因为他 踩了炮之后 你老将不敢吃 实际上 你一上来 再跳马一将啊 就把这给 鞠的抽了 费啊呢 黑旗呢 丢子也是败事 自然他应该 先平公炮 叫沙 而不应该叫江 我们也是 记住啊 不要建江 田入密 一建江就江 下旗呢 要含蓄 不要这么 简单粗暴 然后啊 还有来一江 以及平个炮 一起退居 黑旗呢 高居 红旗选择了 回中 黑旗呢 赶快补个下 红旗踩石一将 黑旗呢 抵露 红旗把炮一吃 黑旗把马一吃 这样 交换完之后 虽然说 红旗的这个 优势缩水了 但是呢 现在还是 鞠马炮 对鞠双马 而且呢 他才是滥下 可以说 还是红旗优势 这个 黑旗啊 还没有 完全的摆脱 这个困境 还想呢 退居吃马 红旗呢 跳个马 黑旗呢 跳个马 红旗在屏中吃 黑旗只能再退 红旗飞个下 把他抵住 黑旗呢 也赶快 补手势 红旗平过来 平过来之后 既要退居 捉死马 又要平中炮 叫杀 黑旗呢 碰上槽 踩着居 红旗一捉 黑旗呢 就飙上去了 红旗选择了一手下帅 红旗这招下帅 这可以说是一部 致命的一个败招 把自己啊 努力经营的这个优势啊 完全给葬送了 这招下帅之后 黑旗哥跟他不客气了 马上啊 进马 这个要刮脚 红旗呢 在那踩着居呢 直到啊 平过中去抵住 那黑旗 点居 又叫杀 来不及吃马 只能啊 围一手势 围一将 只能出来 然后啊 退军 又吃马 又叫杀 红旗呢 也只能选择一手退炮 你要是 退一步 他就不将你了 他给吃你的马 你一吃马 他又吃个炮 他吃俩 那 黑旗来一将 红旗 之事 黑旗呢 在这里 选择了这个 吃马 其实呢 他也可以考虑啊 吃事 来一将 这样交换 他吃马之后 红旗呢 赶快啊 平个中炮 飞旗呢 就回个马 红旗再过来挂马 红旗抓马呢 这个马呢 他也就丢了 因为你不管往哪里逃 还有一个平鞠过来 叫杀的手段以后 把你马吃死 既然也是要丢了 不带跑了 平鞠过来 平鞠过来之后 还把这个马一吃 让他啥事一将 红旗对军 黑旗呢 也没再躲了 又想着跟他交换掉 我们再吃掉 黑旗呢 把象一踩 这样呢 形成了马族 对炮兵 黑旗呢 多族 谈起马胜炮 而且呢 现在还踩着这个兵 红旗呢 进兵 黑旗呢 来一将 吃着象 还 红旗飞个象 黑旗 再一进 又踩出士 那红旗他的士 肯定是不能丢 打一将 然后啊 把士支起来 黑旗再一回马 又踩出双 踩出象 踩出兵 这个兵 肯定是保不住了 象不能再丢了 他把这个H 红旗呢 退回去炮 准备啊 以后打足 黑旗呢 进马 你现在 你要是平边上打足 他就把象一踩 把士一踩 那你形成一个放老将 那这马双族肯定是必胜 这种上他不敢丢 推个象 然后再回来踩出士 你这个炮 你还是不敢走开啊 你走开 把士踩了 士踩了老将跟你像没人 那没法防守 知个士 这级回马踩出炮 红旗平哥鞭炮 打住这个鞭族 那黑旗呢 回马 红旗 把旗一打 这几把兵一吃 这样呢 形成 马双族 对你这个炮单事项 这是一个必胜残局 这个红旗这大高手 直到走下去 也就不行了 就 偷自认负了 但是 要知道 前期 那可一直把文铁锥 摁在壁上 使劲打的人呢 何根挠坏了 后悔死了 那么小人 就继续了 是什么 不错 我可以做的 这个炮